在我正工作的時候 我就思考一下 來的是佩克老師 以往我的對象多半都是輔導主任 就是輔導主任在一起演習的時候 我們就分享課程 分享跟輔導相關的一些業務 大家都是比較接觸的多一點的人 可是這要找到所說 我們今天的對象都是佩克老師 我想先了解一下 所以你們今天應該去很多次手了 請問主科是國文的請舉手 一文 數學人 社會 自然 一文 還有健體 這邊有綜合領域的專業老師嗎 有嗎 一文那個 那個是專業的一文 那你現在在幹嘛 很奇怪的 他可能還可以學其他的領域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但是各位有當導師的心舉手 太好了 我們現在有專門提到代理經理的部分 好 換想 曾經當部導師的舉手 未來還會繼續當老師嗎 什麼就不會了 好 我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這邊佩克的老師是佩教輔導的請舉手 欸 不多欸 那我壓力就小一點點了 好 換想 那 可是其他的佩教統修或加州老師 也有可能會佩教輔導 就是今天導師之後 因為根據我們出去 輔導主要們一起討論的時候 各校 尤其是這次的那個順雅方式 各校的問題都差不多就是 輔導是配給導師的 他導師說他不會上 那為什麼在那個 剛剛志祺少爺在講說 中文輔導團缺輔導人力 是因為說真的 輔導師 家政童軍 中文裡面 家政童軍跟輔導 過了是最不好玩的一課 家政呢 孩子還蠻喜歡的 都是我們孩子東西 可以瘋瘋瘋補補 然後童軍呢 剛剛看各位 看你的笑容 就知道在那邊跑來跑去 都是孩子的最愛 那很多老師配到輔導的時候 會緊張 到底呢 我要做什麼 然後這個 現在輔導已經會不會 我立正我現在一年級的課本 這是漢林版 好 有學校用漢林版的請舉手 綜合課本 用咖宣版的請舉手 那我今天帶錯了 其他學生都不用綜合課本嗎 還是都不知道 自編叫什麼 自編叫什麼 太厲害了 真的嗎 自編叫什麼請舉手 還沒看過課本 你沒有看過課本 OK好 事實上好像 交出給我的資訊說 目前通過教育部 負邊審核 通過的是漢林跟康宣 康宣的再有一個大一年 那我們希望是兩種都有 不許我一年級 因為我是害你 那 大家發一課本都會發現 我已經薄薄一本課本 然後分成三課 然後一點點東西 吃東西 要不要抖過 然後 教授同學老師就會想出別的辦法 反正同學有很多 一整套的 只要去參加國人的目擊訓什麼 不然就可以玩小孩啊 再加上一些方法 就可以代理有聲有色 然後教授也很簡單啊 那 風風浮浮 然後玩玩那個穩金什麼的 都可以玩很久 那輔導到底怎麼辦 所以那是團工鐵的時候 剛好最近約到期末 就還蠻累的 然後就想要去玩了 所以我正在努力在晚上訂 寒假的資助旅行的一些 相關系程的時候 我就想到 原來這個是可以跟輔導 做一個結合的一個概念 所以當時我看到我們照裡面的時候 總會寫說中國的本資物理學 它到底有哪裡一樣 有一天我在開會的時候 然後我旁邊做民衡的薛文燕主任 他跟我說 最近教授教得好累哦 因為他課很多 國文課 他說他教得好班好累 我就隨口跟他說 那是因為你跟團跟太久了 我不曉得各位能不能理解這個概念 這是我最近突發起講的就是 事實上 你有一個學科可以教是很安全的 很多老師一開始排斥教輔導 是因為他跟我們所習慣的學科教學 有很大的差異 尤其是現在九零關之後 老師連備課都不用 因為我自己補信這國文我知道 國文有一個備課用書 所有的解釋 注意外加的東西偷在裡面 其實都沒有備課 拎著一樣可以去上課 就是一般的學科教學習慣就是 有一個進度 有一個課程 有進度有課程是比較安全的狀況 我就在進度各課程讓孩子一定要學會 然後再給他檢核考試 好像就是一個流程要走完 就會好安全的 安全之餘 有的老師 我不知道各位 各位人家都是很優秀老師 像我自己的話 我如果一個課程 一個國文的東西 我自己教的第一個班教很有趣 第五班我就覺得 好無聊 我要講一次同樣的話 我覺得他會有叫我們去的 因為他就是一定要把它走完 不管那一刻好不好玩 不管那一刻好不好玩 一定要把它走完 那我跟文燕說 你可能跟談跟太久 你要不要跟我一樣 試試看自助旅行 然後我們就要討論 自助旅行跟輔導的概念 不好意思 我今天前面的話有點多 因為我覺得重點不是技巧 重點是心態 你能不能把輔導當作你一個 嘗試的方法是心態 那我想自助旅行的好處在哪 他們兩個有共通點嗎 這次輔導跟自助旅行一樣的就是 你一定要確定一個目標就好 比方說我今天要教人際 我今天要教情緒 我要教學生 或者我今天要上學習 我把目標都好就好了 但是呢 你呈現的方式跟隨緒都可以變化 我可以來相處討論 我也可以來腦力激盪 我可以用各種方式 或是這個班我的掌控 我來演個戲也可以 各種方式可以隨老師的風格 待會兒講 可以去變化 那先變什麼後變什麼都沒關係 就跟自助旅行一樣 我今天只要去哪裡 我要搭 北京到哪一個機場 裝什麼東西去 我要住哪裡 我要先往裡 後往哪裡 跟一般我們跟團出去 全部幫你規劃好 就很長大不同 不見得比跟團來的便宜 或是吃的好睡的好 但是呢 他絕對是不一樣的 因為自由度很高 如果我都跟自助旅行一樣 自由度很高 你可以依照個人的風格 你是一個很會唱歌跳舞 秀自己的 或是要那個配奔這樣 還有個人魅力的 我可以把全盤炒成這樣 熱熱騰騰的 然後給予一個觀念 那如果是加熱色寡言 事實上也有另外一種 熱色寡言的呈現方式 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簡單的一個 歸納出來的流程 還有以學生的需求 你可以去訂定 這個班呢 他就比較適合用活潑的方法帶 那個這個班呢 他可能比較適合用沉浸的方法帶 都有各種方法 運用之妙全部一新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配到輔導 有老師算還要不必要上 你就直接上我的本課就好 當然是安全 但是人中一直在安全的日子 過年過久的話 我就會很怕我自己變成教書將 我看看在這各位有沒有人 教書將就比我久了 我今年是第26年 有人就 26年意思就是快要退休的意思 那教26年的時候 我自己很怕自己變教書將 所以我會每年一直在修改 我的課程很多 但是我會不同 每一年上不一樣的東西 每一個班甚至都要上不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每個班的孩子的組成 跟需求都不同 甚至如果老師跟我說 我們班 這些兩性問題很多 我就給他加兩性的課 最近理力關係有問題 價值觀有問題就給他加課 就是我們很自由的 其實如果各位教育界的夥伴 你把它當作一個挑戰 跟團跟太久 偶爾去製作旅行 那個小姐這次出去玩 感覺如何 不見得玩比較多地方 可是一定有不一樣的驚喜 我要講就是那個驚喜的部分 驚喜的部分有時候 可以給我們這種成本無據的 教書生理啊 一點新的動力 一點新的動力 就是去嘗試看看嘛 不見得比較好啊 但是絕對不一樣 那人總是要常常有一些新刺激 所以很高興的 最近我影響的幾個輔導師 都說他們要去修輔導的第二專長 玩一玩嘛 把教書教久了 然後在我們進入正式的 輔導文課的教學之前 我們有一幾個基本的觀念 關於輔導文課 關於學生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你們手臂應該也有 事實上在每一堂課 一個班級要開始上指導之前 我都會先跟孩子提醒說 這堂課最大的特點在哪裡 它是一個心理成長 其實我們一定要善用黑板 輔導文課不用準備太多道具 我待會跟各位講 黑板好好用 而且我實在覺得 大家如果年紀比較大 我覺得電子擺板要事先準備 有時候要呈現 還局限於一個 一堆顏色的粉筆 還有一個擺擦 你整個黑板 愛怎麼寫愛怎麼畫 愛怎麼弄 一點都不怕把它弄壞 我就好安心啊 所以我會直接在表現 心理成長的課程 那什麼叫心理成長呢 可以提醒孩子 所有的學科 都會告訴你們知識的事件 但是呢 沒有一個學科 可以專門來討論你們的成長 但是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國中生啊 說真的 我們現在教他的 國一、文、數學這些東西 大概積色完以後就忘記辦了 十年後就忘記差不多了 我們自己回想我們自己 實際上很多學科的東西 他不見得 我自己都不見得記得了 但是有些人會影響他一輩子 我今天在這邊講是因為 我教了二十六年書 當我的孩子們 第一年的孩子們 回來跟我分享的時候 很多時候他們記得的點 都不是你告訴他說 那個課怎麼樣 因為國文其實也教的蠻多年的國文 我教過一整年的歷史 那時候學校去的歷史老師 我還在用好幾年的音樂 然後國文教的蠻多年的 但輔導是一直都有在教 但是我會覺得孩子會來 跟我分享的是 是你在某一堂課 帶我們做了什麼東西 探取到我的某個點 然後我現在開始很快表達自己 或我開始嘗試什麼東西 反而是你都要理想層面比較大 是關於心理的部分 那個部分是開放他自己本身的 而在別的老師 拋不到的那個區塊 你碰到他了 所以後來找我的唱不是我的導師 曾經帶過導師的班 而是執任教過一個禮拜 檢課的補導活動的學生 所以你怎麼亂 心理成長 你把這個子發去學的 就開始肅然起進 心理成長很重要 講到心理就還會很重要的樣子 好 那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個輔導的那個重點 事實上他有一部分的一點點認知 比方說 我們待會兒可能可以演練一下 溝通裡面的自我肯定的部分 拒絕跟說服的技巧 他需要技巧的 我們要去表達的時候 因為用我的訊息 他需要技巧的 他有技巧 他有技能 有一些部分也有 但是他情意的部分居多 情意的部分是居多的 但情意的部分很麻煩 我想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 輔導活動裡面的考試 怎麼樣的考試 現在各校輔導 綜合輔導有考試的請舉手 直筆測驗 怎麼考 我都很好奇 這個題目怎麼出 用題固 用題固 對 題固問題來了 你們覺得題固的問題合理嗎 測得出他真正的心情嗎 跟同學要和睦相處 圈插 圈 在家裡要跟父親 怎麼溝通 圈 那個OK耶 題目 我看過中文 我輔導的題固以後 我就跟學校提出說 中文輔導不要 不要指名測驗了 因為孩子知道 什麼是對 什麼是正確答案 但他自己未必知道 那是正確答案 所以他應該 中文輔導 在我們學校生活 以為到 就是平常測驗 平常測驗裡面包含 具體單 包含上個態度 分組的一些分數 你看真的 其實很難測 你不能說 節省 技術如何 什麼東西成品怎樣 他真是一個比較麻煩 但是就因為他很難測 所以我們更有挑戰性 你如何在孩子的心中 直下那個 你想要他 了解的 那個正確的價值觀 所以他有一個流程 中文輔導最大的特點 就是說 他並不是怪書 就知道 我們學科教 就很習慣說 來孩子 很重要啊 記起來 其實輔導裡面 有沒有很重要 讓孩子記起來東西 有 像我會說 來我續習了三個步驟 但是不是這樣就結束 或者我說 情緒 那個理性情緒的 思考的三個步驟 可是不是這樣講 他就背起來了 而是我們有一個重點 要引發學生的思考考論 你所有的場面構成 所有的活動設計 都是要引發他的討論 他的東西出來了 你再給他綜合家裡澄清 就會變他的東西 孩子才記得很久 所以綜合輔導裡面 最大的特點就是 我們所有的活動都在設計 把孩子裡面 那個膠袋裡面的東西提出來 提出來讓他講出來 他講出來 對正好 不對可以給予澄清 然後不太清楚的 互相討論 互相受回饋 在討論之中 孩子慢慢去澄清他的概念了 那個東西出來還是他的 他才會留得久 那個叫內化的過程 那如何經由一個場面的構成 去加以設計 就是看這個老師的一些方法 可是真的很好玩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一般看孩子看成績 看進度看作業 但是在輔導動課 你常常可以看到孩子 平常看不到的那一面 因為在我們輔導動課 我們現在要表達歌 特別跟孩子寫 心理成長 現在以學生為主 我們會告訴學生 你們是主角 我是配角 所以只要你們舉手 就讓你講 我們的基本原則 我講話你閉嘴 你講話我閉嘴 這樣有人要講 你就讓他講 但是絕對不能兩個人偷偷講 我說那不公平 我們通通都知道 你們要講什麼俏俏話 就是你要讓他們覺得 他們在這堂課裡是主角 你所有的活動 前面的一個七分的營造 帶中間的活動 到最後你下一個結論 這過程當中 孩子會覺得自己重要了 他會被 不許出現東西來 所以我的課裡面 很簡單一個要求 所有答案裡面 都不可能有三個字 不知道 不能寫 說也不行 寫不能說不知道 一定要說 一定要寫 然後一定要有東西採出 是像我們孩子都不動腦筋 習慣有被動 我覺得最好玩的是這些人 我如果教的是前段 我就是以前還有分 我們現在是常態 以前還有分前段後段的時候 後段的孩子話很多 你丟所有東西來 你就拼命講 前段的孩子一樣 你這樣講所有東西 他們每一個都 第一個反應低頭翻課本 開始拜我就說 對不起 這個單元課本沒有 他們就 一點茫然 然後就茫然的看著我 這樣 他們習慣有正確答案 那習慣有正確答案 孩子就完了 說真的 孩子唸再多的書 他自己沒辦法獨立思考 他沒有正確的觀念 考試是成長面最重要 最簡單的一件事 有標準答案嗎 但長大之後 一到沒有標準答案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教育養成 他能夠去思考 我們都要哪裡去了 一直碰到 對 就是 所以在 輔導文科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孩子的潛能 而且引發他 因為這本課沒有那麼大的 功課壓力 說真的 沒有那麼大功課壓力的時候 你可以隨時找到機會 給他一點 增強 不要說 這個孩子突然眼睛發亮 那個從來都沒有回答過問題的孩子 突然眼睛發亮 然後 給你一個 你覺得尚可的答案 你就可以大大稱讚 他說 哇 反應好快 那個孩子從此以後 在堂課已經眼睛亮亮看著你 所以夏天還跑來跟你說 老師我告訴你 李大爹 這種可愛的對話就出來 因為他在別的課 怎麼樣都想破頭 也想不到老師要的答案 數學不行 英文不行 每一課都搶不過人家 但是你問簡單 比如說 昨天晚上 你們知道那個 什麼事情 這樣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昨天晚上同學幾點睡覺 還有第一個說 上一點 太好了 反應真快 這也是稱讚 積極給孩子創造成功紀念 是老師的責任 是真的 因為成功紀念 才會讓他覺得他自己很偉 他自己有用 有用呢 我在你眼裡 你看到我了 然後我才願意為了你變得更好 我們不是就是希望孩子 能夠自己變得更好嗎 所以 輔導我當中很有趣的是 他可以替孩子創造成功紀念 如果創造呢 老師要怎麼創造 就怎麼創造 反正沒有公共壓力 好 另外一點 如果 我們說從另外一個角度 關於許老師 為什麼老師要去上綜合輔導 真的提醒 如果各位身兼導師的話 真的是班尼經營的最好的時段 最好的時段 其實班尼經營有時候 老師覺得疲於笨命 就常常是事後 談戀愛 趕快趕快兩邊來討論了 然後通知家長什麼的 然後吵架了 或任何作弊了 你還在疲於笨命處理孩子問題 都是很累的方式 所以老師在班尼經營裡面 那個預防輔導的概念 其實相當重要 我們順便看一下 這是我另外一份 跟班尼經營有關 然後看看這個概念就好 其實所謂的預防性輔導 在班尼經營裡面概念 就是這個樣子 孩子滿足他的需求 就會留在學校 我們不是很怕要中錯嗎 留在學校的篇 我們才可以讓他 盡力成功的認同 那不像三中 各位都有修過教育 基本人堆科目 成功的認同 是在青少年發展階段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留不在學校 你就不能教他 那怎麼樣才能滿足他的需求呢 下面的需求階層 上面那個的時候 是我們自己比較熟悉的 生理的朋友講吃得飽 需要午餐 第二個 他在這個環境裡面覺得安全 中文輔導可以營造這種安全的情境 即使成績不好的孩子 他在輔導活動 還是有獲得成就感 因為他回答問題 規定跟功課有關 他還是可以被稱讚到 然後呢 我們待會兒會講過說 中文輔導 他要很多互相討論的部分 他會有安根歸屬的感覺 就是我在這裡 有人跟我討論 我還要規定他們做正向回饋 給別人回饋的時候 應該要有正向 然後那個老師可以做規定 他會變得習慣 他會覺得有人關心我 當然表現得要好 或者尊重 或者尊重之後 他的自我實現 那個慾望才會出來 他才願意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我們想 如果孩子 這邊都沒有 其實現在各班裡面 可能多多少都有一些所謂的邊緣人 他來學校有吃 有的吃飽 但是中間那一段 他沒有真的班上被接納 他沒有在這個班上有個問事 他沒有什麼成就感 不要說功課 功課人際 什麼任何事情都沒有成就感 他 你如何告訴他說 你要用功讀書 太遙遠了 人是趨力避害的 你一層一層的滿足 才會想到 我很棒 我可以追求我可以想到更遠的 我有存在感 我想我可以變成更好的人 那下面那個是現實治療法的 那個Grancer的基本需求 它是平行的 就是人活在世上 這幾個需求都是需要被滿足的 其中這個 力量 覺得自己有power 那個power 很多孩子在功課裡面得不到 學科得不到 因為他怎麼樣 都沒辦法 或者是也沒有人告訴他要 努力讀書 他居住下去其實是一個弱勢孩子居多的學校 但是回家都沒人管他念不念書的 他即使知道要用功 如果初學整體 不知道 整個事非請要不要用功 要啊 但是怎麼用功 沒人管啊 他是沒有辦法在這裡 著力點是沒有的 但是他如果在這門課裡面 他跟功課無關的 跟學科拿的東西無關的 他有個力量出來 他能夠表現就會有power 我覺得這有有用處 他在這裡有很多自由展現的機會 在做的輔導上課的時候 是沒有太多絕對的答案 我們很多人 你講什麼東西出來都可以 只要你跟我們的主題卡在一起 即使沒有卡在一起的 我想各位老師啊 以我們的那個生活的歷念 都可以把它凹來凹去 事實上 我們要創造一個孩子成功經驗 在這裡就可以 最後一個 如果把那個 中華福島 加以稍微設計一點小小的區位 他就有樂趣了 他就很有樂趣 孩子為什麼體育喜歡體育課 樂趣啊 為什麼喜歡電腦 如果今天電腦老師 既然他會在教一些很成本的東西 他也不會喜歡 但是有電腦老師就很聰明 教太多成本的後面就有10分鐘 給亂玩樂趣 那這些都是孩子需要的 那我們這個今天不是重點 所以其實 高義老師另外一點就是 我可以換個想法 如果你被配課配到中華福島的時候 不要想說真的討厭 英文很重要 數學很重要 我們不然數學成績趕不上 英文成績不夠好 還是要提醒各位 我們要自我提醒吧 這些東西 都會像浮雲一般的過去 而且現在更可怕 我現在也要嚴謹 也沒有積策囉 沒有積策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玩更多東西 那換一個心情好了 如果我們是孩子的父母親呢 我們希望孩子成長的部分 只是書念的好嗎 還是我們希望在青春期 這個最 青春期是一個蠻辛苦的一個階段 半大不小 又被要求負責 又負不起什麼責任 然後長個痘痘就覺得天快要趴下來 隔壁班的女生看著我一眼 我可以笑一整天 就很敏感 然後對自己的身體發育也很敏感 對父母親也很複雜的心情 這種辛苦的青春期 如何讓孩子在這個過程安然度過 先長成一個比較好的樣子 學校老師這個時候在中央課 可以充分展現你的閱歷 你有辦法先幫助我們成長過程 其實都有接著你今天做的東西了 你把用在你的課程設計裡面 還有你很元首的人格 當整個東西呈現出來的時候 你如何去做解釋 如何去做澄清 還有最重要的 最後一句 還是跟各位分享 很多重點都是要讓孩子獲得成功紀念 還有如果各位教書10年 我可以問一下嗎 教書10年以下的請舉手 10年到15年請舉手 20年以下的跟我一樣 真的啊 25年以後的快點 比我多的 我真的最老啊 真是的 好那我都會告訴我自己 不要騙當教書家 我希望每一年都有些東西 可以講出給我的孩子們 其實現在我的學生們來了 很多是我孩子的孩子 學生的兒女都進來了 這樣教書比較有趣啦 不然就是領薪水嘛 好來講這個很快看過去就好 這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們就你們資料裡面有 就是這些都是我大概覺得一個班很重要的 就是中文舞蹈常見的可能主題都在這裡面 有的在課本裡有 有的課本裡面沒有 但有些東西是我們必須外加的 如果你是導師的話更好 我的班需要什麼就可以加什麼進去 那怎麼來呢 教材哪裡來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是課本 就我說康宣漢影這課 不多欸 他只有一點點 一點點的東西 但是還是可以用的 我們等一下要舉一個康宣能力 舉一個漢影的簡單的 我最近上課的方式 然後 但是這是非常日新的狀況啦 因為在日新時 一一三年級是我盡量上 二年級我們都配課給導師 然後導師就說怎麼辦你不會上 欸我覺得這個很好欸 哪一個學校有申請這個 有聲音大家就會過身後的情侶說 你太好了 欸說真的喔 我卻不要跟輔導主任講 說是我講的 別人輔導主任會不會罵我 其實我一直覺得 學校輔導活動不會上 輔導師要主動提供教材 要主動提供教材 因為這是輔導嘛 而且如果老師配到輔導的 在綜合輔導裡面 把孩子該教的各種議題 什麼生命生涯什麼都教的 輔導師就不用那麼用力啦 就不要那麼用力 所以輔導師應該要負起一個 提供資源的 提供資源的一個角色 所以在我們學校的話 我們兩位同事應該說 二年級我們會發這個 我會跟輔導師講說 欸真的不會上離婚系啦 那種輔導課本 你看看能挑能上能上 不能上就上這本 你就從頭到尾好好上 為什麼 因為這個好好 這一二三冊都有 文章涵蓋各層面 你可以去掉 你在講的時候 可以去掉跟宗教有關 就把國際上講 可以去掉一點跟宗教有關的 但是他文章 應該什麼性別 就我們剛剛說的 性別啦 人際的 學習啦 感恩啦 這個大約什麼都有 我們這邊有老師 我們就有一個害羞內向的男老師 他就是很認真的上 然後努力的講 上完之後的 後面最好是他都有學習單 他孩子很努力的寫 我跟他說基本原則 我們規定之術 他就不會亂寫 然後那個老師說 他真的不會帶 沒關係 他很認真的改 跟孩子做互動 他一樣是達到我們要目的啊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老師個人風格嘛 所以這本事可以取代課本的 如果覺得不夠 自己再加一點東西進去 而且我覺得喔 輔導我都有可能很好玩的東西就是 你越上越好笑 你越上越多發現 欸我什麼東西也可以順手 我已經來變教材 所以這部分如果 這不用錢啊 可以回去請教師 申請不用錢 還有一個好到很好用 比如說是代班老師 你的孩子不怪就要從頭到尾抄一遍 輪章超好的 讓他多抄幾遍 簡易默化嘛 人家防苦塞的 搞不好有加持對不對 還可以這樣睡著孩子 你看你多抄一點 浮惠裝修什麼都有啊 反正要怎麼講 不是老師的話 再來就是要打案的學習單 我想知道一下 因為最近才剛剛訪施過 很多學校的很大的問題 不是行政做不好 很多學校的行政或是活動 都辦很多 因為我自己也是訪施委員 那我自己去看的時候 去跟學生訪談的時候 他發現的問題是 學校會說 我們學校有生涯檔案的學習單 那我不知道要幹嘛 可能勾勾學院提完就算了 我想先請問一下各位 有上到會校的生涯檔案的 那個內業的請舉手 有上的 有批改的 很棒啊 有跟學生做都更回饋的 這是 所以這麼優秀才會來上課的 才會來這邊演習 太好 但是真的很多學校是沒有辦法 就是好像老師覺得有點困難 那其實生涯檔案的學習單 不管是各校自編或廠商提供 其實都不可以用 而且一定要用 因為這個課本東西實在太少 不管康宣或漢銘都太少 那 那經過都是把它放一本啊 因為如果放一個 是要檔案資料獎實在太難收了 我們是直接把它抽出來 我們自己自編的教材是放一本 這裡面就是各種學習單 三連用啊 那配課老師就拿到了 我們有進度 那你不會上沒關係 就能上多少上多少 可是就是好處就是 在這裡面就可以上 那裡面都有一些回饋的 可以幫可以寫 所以這個是 中文部長可以用的教材 如果會校沒有跟廠商合作 整本的學習單的話 真的回去跟輔導師建議 可以跟廠商合作 他要提供一整本 不見得好用 但是可以用 那也可以適合收集 你教育部有一些東西 或者是學校開發出來的話 都可以用 一些學習單可以促使 你們上次的活動課的內容 因為既然雖然年國教 生涯教育是重點 我們就要跟孩子談未來嘛 孩子有未來感 才會原因在這時候 忍受痛苦的成長經驗啊 這需要真的挺無聊的 做八個老師對不對 你未來可以怎樣 未來可以怎樣 他才會被你催眠 還願意忍受現在 所以廠商答案真的要上 好 那另外就是 我們現在孩子很習慣要看影片嘛 所以其實影片 我又回來了這句話 我今天不是來陷害輔導師了 只是輔導師真的要提供這些東西 你們覺得 因為趙老師自己去準備不太容易 其實輔導師都有哦 因為常會有人寄過來 一晚不要罵我 他會有人寄過來 或者是老師應該有做方便的資訊 提供的能力 不管是新品的東西 現在很多 資訊的簡介 他現在三年紀錄會要免事了 生命啊 各有東西 實際上我們影片是可以放在 舞蹈中課上的 能力強的老師 第二能力強的老師 事先剪接一下 不重要的東西去掉 重點 然後我們覺得能力沒那麼強呢 我們也可以用其他方法 事實上現在應該電網都還蠻容易操控的 只要你選對了 呈現的方式對了 後面那個學習單的設計 簡單的設計也對了 甚至你可以不要學習單哦 大家會講用什麼方法可以取代 因為學習單一直寫一直改也很煩啊 而且你大陸還一大堆的習座要改 甚至也可以做別的 只是這個影片可以當副教師一樣 所以其他的 報章 報章 腳誌 繪本 書記 任何東西 你都可以拿來當中文歌的教材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 字幕志願 你都可以拿來當作 而且 你會想找到 後面那些 前面 甚麼 大陸 你們 中文歌 有 人 現在 ここ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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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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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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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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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